你会不会再来 那要怎么样 你才会相信我 我知道 我们去领证吧 也不用了 你这么大 你药材好了 我去扔掉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问题啊 结婚 我们还那么小 不用想那么远吧 我们马上就毕业了 本来就应该开始计划了 是吗 你该不会是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们以后的事了 我有 那你说说看 凭什么我先说 你先提到 你说 毕业后 你去哪里工作 我就去考那个城市的法医 那要是那个地方不找法医呢 要是那个城市不找法医 我就去临近的城市考 大不了路上耽误的时间长一点 毕业一年以后 等我们的工作稳定下来 收入也稳定了 可以考虑供一个小一点的房子结婚 我并不打算养宠物 但是考虑到你喜欢 我们可以多养几只帽 等毕业三年以后 我们就换大一点的房子 到时候 可以考虑要几个小孩数量等 停 怎么了 我相信你 你别说了 你话突然这么多 我有点害怕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 我啊 我就想成为一名知名小说家 写的书呢都畅销海内外的那种 实在不行就 找一份又闲又有钱的工作 做资本词 完了 那我呢 你什么 你的计划里 我在哪里 你在 我的小说里 别这样看着我了 你知道的 我这个人不太会写计划 我们就照你的计划做好了 我看你 姐姐 我看你 他 有我的小说 你到了 我看你 你到时候 我看你 试过程坎坷 但结局完美的下楼说 写着胡言乱语 还勇敢